这个引擎生日就知道这车来头不小 不愧是超跑之王P1 一台就要价7000万 还有这台675LT 全球也只有500台 也难怪工作人员小心最小心 连开个车门也得使出缩骨弓钻进去 它没有护栏的关系 它卡什么车 它没办法全开 因为在货车上面 因为这四大天王全部加一加 身价就破亿就看得出来 今年台北车展充满器各家车厂 真的拼了 25个修哥一字排开 败出大阵仗 进口车龙头当然输人不输症 今年车展规模挑战历年之岁 因为感觉因为这次比较车大 所以我觉得人应该会比较更多 不仅靠数量取胜 还有这一台纯总赛车 今年也才在日内晚车展展出 现在也抢线曝光 都让今年车展超有看头 深圳新闻采访回言台北